第31题 以碳磅为电极电解浓度0.1大M硫酸酮水溶液 其装置如右图所示 有关于此实验通电10分钟后的结果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碳磅电解硫酸酮 我们的正极会产生的是氧气 所以选项A说正极碳磅会产生 清晰是错的 我们晓得同离子是CU2正是正离子 所以正离子会跑去负极 所以选项出说 酮离子会游向正极是错的 事实上我们的酮离子跑去负极之后 会得到电子 然后生成酮 因为生成酮 所以长出来的酮 所以呢我们的负极的碳磅的质量会增加 同时酮离子是蓝色 而酮离子呢生成了酮之后 酮离子减少 所以蓝色会变浅 所以选项C说 水溶液的颜色会变身是错的 只有选项B是对的 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此实验通电10分钟后的结果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B 负极的碳磅质量会增加 下列叙述何者正硬的碳磅质量会增加 下列叙述何者正硬的碳磅质量会增加